南投县第69届全县运动会记者会在南田书院举办 同时间以南圣火 传绕县内十厢乡镇市 县府教育处长陆正威前往主持 除感谢县内各级学校及体育会 互相配合共同促成全县运动会的顺利举行 也对于接下来的活动以拟定好防疫计划 让县民与学生能在健全舒适的环境下发挥所长 夺得佳基 南投县第69届全县运动会记者会在南田书院举办 县府教育处长陆正威 南田书院主委肖焕奉奎 副主委陈学棠 立委许淑华办公室主任黄书航 以及县内多位国中小校长都出席参加 陆处长表示 全县各级学校在疫情情况下 仍持续不懈的锻炼 也既由第69届县运的举办 展现南投县丰沛的活力 同时也提醒选手们在准备竞赛之际 要加件衣服避免受伤及感冒 并鼓励所有选手们能够力争上游 攀上顶峰取得好成绩 今年的疫情的话 虽然说我们晚举行 可是我们也做了相当好的防疫规划 那我们也将在圣火 在今天点燃之后绕行13乡镇 那在这个礼拜六举行 那一连四天 那由各机关还有各乡镇市 相互较劲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所有的选手在过来的时候 能够注意防疫 我们也非常谢谢说各级学校 各级机关乡镇市公所 也在这个活动里头 推派了许多选手参加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边展现我们运动的实力 那也让我们整个南投县 在这个时候可以展现出 一个我们南投县 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间 我们能够坚鼓卓绝 然后去克服说 不管说疫情跟环境的限制 我们办好这一场的全线运动会 蓝田书院主委肖焕奎奎表示 蓝田书院是县内的古迹 在古迹点燃及传承圣火 也象征新火相传 接下来将圣火一棒一棒 陆续接力至县内十三乡镇市 将使命传承下去 表示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精神 富含重大意义 他也祝福这一届的县运 能够圆满成功 南投县是一个高级 所以在我们这点这个圣火 用意义动态 传承 把这些好的 都在地老团团 也很让我们这次的 这个冠文 可以真的圆满 顺势 像这个庙子 长长久久 身体健康 家庭平安 这是我们南投县 最希望的 社会安定 进步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草屯国中家长会长石志生 以及几位家长会干部 也加入了传承圣火的行列 石会长说 参加圣火传承非常有意义 家长们加入一同传承圣火 也是创举 希望能借此鼓励县内 不管任何年龄层的人 都能够持续锻炼体魄 迈向幸福人生 这次很荣幸参加南投县 第69届幸运生活传地活动 这边也非常感谢 草屯国中方美宁教长 让家长会能带领 所有的教长会成员 参加这个空拳 但是不是绝合的 我们的生活传地 能打造出不一样的 南投县的运动风气 我们动起来 小孩也可以跟着一直动起来 在平时的时候 也可以带个小孩到 户外走走动动 第69届全线运动会 将在12月4号至7号 陆续展开一连串的比赛 各项竞赛参加队职员 继11365人共同参与 这次线运会总锦标的 设计主题顶峰 传达玉山所在的南投县 是全国最高的顶峰意涵 也鼓励选手们迈向顶峰 并其免优良传统 能够借由全线运动会的 圣火传承 持续接绑下去 选手们未来 也能像玉山一般 雄伟茁壮 记者蔡世奇 南投市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